各位表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间观念钟表小百科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的主题是 移印 不晓得各位表迷在看表的时候 会不会疑惑表盘上的刻度 石标是怎么制作的 在一个乒乓球大小的表盘上 必须精准的对照位置实在不容易 要达成这项困难的任务 有很多方法 那其中一种传统的技术是 移印 Ped Print 移印是印刷的一种 利用细橡胶质负弹性的移印头 在雕刻模板上进行有墨转印 而且移印的优点还不少 因为细致的橡胶头有丰富的弹性 在凹凸不平的地方都能平准的印上 而且移印盖出来的样子 都是由模板来决定 可以在精准度上提升不少 现在还使用 移印技术的品牌 由拜达菲利以及宝格利等 都是以高标准在看待这项古老而且重要的技术 不过这项技术可不如想象中的只要转印就好 可是需要有多年操作经验的工匠才能升任这个步骤 还不止这样 工匠必须在一个很干净的空间中执行移印的步骤 而且空间里严格控制灰尘颗粒或任何污染 操作者也得穿着工作服及口罩 避免表面沾染任何一点灰尘 这可还没结束 只是移印对环境的初步要求而已 想要有一面干净清晰的表盘 工匠的一双稳定的手是成功的关键 它必须一手在机器右边的金属板上涂上油墨 再除去多余的油墨 一直到肉眼看不见的平整后 再用另外一只手以适当的力道按压 把它转移到表面上 过程中施加的力道如果太少或太多 都等于是要重新来过呢 整个表盘上最值得欣赏的就是因为油墨盖下的瞬间 造成立体感的标志及文字 一点微微的立体跟不带毛边的利落收尾 都是移印技术及降师靠着身后的经验所形成 听完移印的讲解后 表明们有没有解惑的感觉 会不会觉得这项技术好像离我们很遥远 只有在高级制表中可以欣赏 但其实移印甚至经常运用在生活用品上 只是你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对于各种移印技术还有任何疑问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 钟表小白科 我们下次见 拜拜